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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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電腦好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中華民國112年9月29日 星期五早晨 那祝各位中秋節快樂 今天早上園子裡面有一顆酪梨 掉在地上了 那這一顆酪梨要特別記錄一下 這是我們園子裡面的一顆 非常矮小的一個嘉選三號 這一顆是嘉選三號 那今年剛好灼了一顆果 果餅呢在這裡 那自然掉落 這顆酪梨自然掉落 我們來打開看看 嘉選三號 到底他酪梨是長怎麼樣子的 那有些人說嘉選三號 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那 我這顆果實 等一下打開看 如果沒有壞掉的話 我會帶回去 然後等到後熟之後呢 再開果 然後食用 跟各位做一個 呃 分享 這個 開果的分享 還有食用的分享 還蠻大顆的 而且摸起來呢 已經快熟了 而且你看他的地頭這邊 嘉選三號 人家說他叫什麼 歪地 你看他的 地頭是歪的 前面的地頭前面比較瘦長 那地頭是歪的 那整個果實的重量還蠻重的 因為這棵小果樹呢 就只長這麼一棵果實 他已經自然熟成 掉落地上 我就把他帶回去 等熟了之後 開果給各位看囉 好了 我們昨天呢 摘回來的 應該不是摘回來 是撿回來的 這個嘉選三號 這是在我們原子裡面的 那一顆很矮小的 剛那個主幹 還差不多這麼粗而已 的嘉選三號 只長一顆 掉下來 那我們放了一天 他已經軟熟了 那我們本來是想說 切好之後 再給各位看一下 他的風味 不過呢 我們剛剛打切開之後 發現裡面好像 有點異狀 我們讓各位看一下 種子已經拿掉了 這裡 這地方呢 因為已經太熟了 熟透了 熟透了 所以這個地方 有點可能 有點壞掉 等一下我們用湯匙呢 幫他做一下處理 幫我拿一下湯匙 那另外這邊呢 一樣 這裡 我們現在幫他 幫他處理一下 還是算了 我這整個 整個把它切掉了 把它整個切掉 這邊 太熟了 應該也是 我看一下 是沒有發霉了 只是熟到已經 很熟很熟了 這個就不要吃了 另外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加選3號 圓子 那個 主園區 唯一的一顆 不是主園區 新園區 這個尾端這邊 就不要了 那旁邊這個 通常我們用撕開的就可以了 慢慢把它撕開 有些如果不好撕的話 有些人會用湯匙把它刮掉 好 那加選他放他自然熟 掉落在地上 到底風味如何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 嘗試看看 我們一樣先把它切開 喔好黏喔 黏性很夠 根本就是 怎麼講 根本就是奶油啊 你看 這個在 果皮跟果肉分離非常容易 非常簡單 我把它放這邊 果皮跟果肉的分離 簡不簡單 非常的簡單 非常黏耶 果肉感覺就是 非常的 怎麼講 黏啊 就好像是 你看 切上去有沒有黏住了 你看甩還甩不掉 有沒有很黏 熟透了 加選3號 人家說加選3號 風味很好 但是這個感覺上 有點像我很喜歡的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 秋可德 秋可德 是晚生酪梨 它放到很熟的時候 一樣就是很黏 風味非常的好 非常的不錯 而且這個處理也很非常的方便 你看 一撕就開了 那我們把它切塊 不會水水的 就是一塊一塊不會水水的 好像水分很少的那種感覺 好我先吃一下 我先吃一下就是沒有沾醬的 試試看它的風味如何 我們吃中間的這一塊 水分很少 非常的黏牙 黏口啊 就好像是你在吃乳酪一樣 就是一塊奶油 簡單說就是一塊奶油 甚至你可以好像可以把它塗在麵包上面 有那種感覺 不過裡面 果肉 摻雜了一些些的 好像 沒有完全熟的那種硬塊 這應該是 這場應該是要 還沒這麼熟的時候摘下來 然後放著後熟應該就不會 不過這風味很好 風味非常好 所以人家說齁 家選三號很好吃 果然沒錯 嗯 好 那這裡還有一顆 這顆我們今天就不切了 因為還不是很熟 這顆啦你看 它是後熟會變色的 九五酪梨 我們原本以為我們 我們庭院的九五酪梨已經全部採收完畢了 結果誰知道 掛在樹上還有偷偷藏了一顆 然後 樹葉把它遮蓋 遮蓋住了 所以沒有發現 一樣是昨天早上 起床的時候在院子裡面 發現它掉在地上 這邊摔破了 那現在 也已經軟了 但是不是很熟 這個明天再吃好了 這個明天再吃 九五酪梨 也是我蠻喜歡的 酪梨 這個我喜歡 酪梨的品種 前 前五名 前五名 好 這明天再 再吃了 所以今天呢 昨天猜的這顆加選三號 證實了一件事情 就是 網路上 留言的 網路上 流傳的 它是一個非常品質 非常好的酪梨 它的 含油量 應該是非常高 一般酪梨 含油量 達到百分之五十幾 那這個 應該是 臨界點 應該是在那附近 好吃 那我習慣 接下來我就要沾這個 我習慣還是沾一下這個芥末 芥末 這個來吃 這個 超美味的 OK 我們採收了這個 膠原三號的一個開果的 一個風味的一個分享 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吃酪梨的 我們家裡沒有種 家選三號 可以去買一顆來種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